黄复兴党部的主委葬佑霞到花莲探访基层党员 海军上将苗永庆等资深党员一群30人 由黄荣华之党部的主委原县志陪同 参加了解岸香光华村原开发大队荣民荣卷及党员的志工共餐活动 随后到玉里正参加黄复兴党部黄荣华之党部的黄玉富区党部第二季的干部联席会议 探访基层党员听取党员对党部的建议 黄复兴党部主委葬佑霞到花莲探访基层党员 海军上将苗永庆等资深党员一群30人 由黄荣华之党部主委原县志陪同 参加吉安香光华村原开发大队荣民荣卷以及党员的志工共餐活动 随后到玉里正参加黄复兴党部黄荣华之党部 黄玉富区党部第二季干部的联席会议 来探访基层党员 来听取党员的对党部的建言 会议中由南区督岛部主委邮招人报告黄玉富党部的工作成效 不同以往的会议内容将黄荣华之党部主委原县志与黄玉富区党部干部们平日服务相片以及影片 剪辑成影片直接展示 让与会的党员耳目一新 明了党部平日的服务内容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